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好 今天是9月28日 我们又来到了每日圣言的时间 今天的主题是 顺服与成长 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 路加福音第9章第43至45节 当众人经其耶稣所做的一切时 他向自己的门徒说 你们应谨记这些话 人子将要被交于人手中 但他们不明了这话 这话为他们还是蒙蔽着 不叫他们了解 他们又怕问他这话的意思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现在让我们听一听 试经小帮手 人都喜欢成就感 有贡献他人的能力 被人接纳和肯定的感觉 因此 很多人很努力成长 成为最美的自己 一个很会表现的人 就会在这方面进步 得到更多的掌声 一个会做事的人 会勤劳做事 是他超越自己的时刻 或许生了一场病以后 他只能静静被服务 这时候 他若愿意顺服 便能培养出一个 能聆听他人的心 一个比较安静 靠近他人的气质 所以 那场病 其实让他更能圆满 使他更丰富 更有智慧 很多人想要有智慧 但就是不愿意死于自己的旧想法 主耶稣在今天的福音中 讲到被交付 讲到痛苦 讲到死亡 就是讲到顺服 顺服自己人生的经验 顺服自己的年龄 顺服他人对你的批评 顺服一个不同样子的自己 顺服成长的规律 主耶稣在走往死亡的路上 顺服了当时社会对他的评价 也在这样的接纳中 学会宽恕 学会同情求他的人 学会停下来 让他人跟得上他 学会让别人刺透他的心 让救恩流出来 生活每天的经验 要求我们有弹性 有更温柔顺服的心态 让我们愿意多点死于自己原有的计划 开放自己 让生命的奇迹 发生在眼前 种下种子 你愿意顺服人生 让自己成长 还是硬要他顺服你的计划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全心祈祷 主耶稣 顺服人生的变化对我不容易 求让我更依赖你 让你成为我唯一不变的交托对象 阿们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服你 也愿我们学习顺服天主的计划 开放自己 让自己成长 我们明天再见